本集节目由永丰金控冠名赞助 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 以新闻开启国际视野 永丰金控与您一同掌握全球脉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联合KiPod 我是郭重伦 我们今天来谈联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回忆录绝不让步 这个书马上就在市面上要开始发售了 在我们现场的是联金出版社总编辑土峰先生 先生你好 郭副总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比较好奇是想先请您谈一谈联金 在争取出版这本书的经过 因为这本书其实在去年在美国出英文版 那今年出了中文版 那你们是怎么样评估 这一位前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务卿 然后他的书的内容 你们认为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个过程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本书我们去年一月份看到了这个书讯 要出来 那我们当时得到消息是蛮多出版社想要争取这个书的 那我们自己内部评估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美国政治人物的传记 那真的是不计其数 每一年都有很多出版 尤其今年是大选年 所以我们预期这个要 所以要竞逐这个总统大委员人 去年的时候 今年现在当然是比较定的 但去年刚开始要起跑的时候 非常多人会出这个自己的传记 回忆录等等的 那也很多政治人物 其实在卸任之后 这个我觉得在美国这个政界里面 是很平凡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会写回忆录 可是其实我们观察台湾的书是 坦白说大家对于这一类的回忆录 兴趣并不是那么大 就台湾虽然跟美国的这个政治 算是蛮密切的 我们不可否认是这样的 但一般对于美国政治人物 其实也不算特别感兴趣 除了少数的之外 你可以讲这个特别重要的政治人物 要不然一般的是还好 那当时这个蓬佩欧这个回忆录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在看这个内容 我觉得有几点的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说大部分的这个政治人物的回忆录 谈的是他们 因为美国政治人物 谈的当然都是他们在美国政治 打滚的各种经历跟状况 但因为蓬佩欧他是担任过国务卿的人 所以当他的这个回忆在撰写的时候 他讲了更多的不是美国内部的情况而已 而是说他跟国际各个政治领袖的互动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会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你如果只是谈国内政治 你谈的再精彩 揭发再多内幕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任内有非常多的官员 其实出过这个回忆录 那每个都是各个都是在美国是大卖的 因为据说揭发了很多内幕 可是台湾我看这个反应 坦白说也是一般般 可是这个蓬佩欧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里面写到了很多 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国际领袖 他担任这个国务卿期间的一些互动 那里面蛮有意思的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书 包括自己在阅读这个书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我觉得他有一个 真的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面是 他作为川普政府里面一个 可能是非常少数 跟着川普一起工作四年的一个 而且是高阶的这样一个政府官员 那他有一个非常强烈而明确的 政治立场跟观点 那我觉得他是代表了现在我们所谓 如果有一个新冷战 或者说即将迈入一个新冷战里面的一个 我觉得这本书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我们英文叫articulate 就是他把他的观点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过去可能知道 川普他有很多的这个强烈的一些想法 等等的 但川普相对来讲 他不是一个论述型的人 他就是有各种的意见 会在推特上面分享这样子 但蓬佩奥不一样 蓬佩奥作为这个政府里面的 算是第三号人物吧 如果我们讲总统副总统 再来国务卿的话 他是一个美国标准的精英出身的 这样一个人物 不像川普是商人出身 蓬佩奥念过西点军校 而且他是这个第一名毕业的 后来又到哈佛法学院去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美国传统定义下面的精英 出身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可是他的观点 我觉得跟很多 包括像我自己到美国留学 我们所接触到的 一般会是自由派的居多 因为大部分的 这个高等教育里面 我记得当时 2020年在选举的时候 这个大部分的 以哈佛来讲 我当时在哈佛念书的时候 大部分的这个捐款 这个一个学校里面 大量的流向了这个 希拉蕊 那所以大部分我们所接触到的 都是自由派的观点 我们非常非常习惯 自由派的这个角度 那左翼的角度 在政界 在学界里面 在媒体界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 那读这本说 就是很有趣 这是一个会挑战你 颠覆你很多 这个日常 这个习惯性的一些 角度的这个观点 那他不是一个 就是说一般人 或者说一个这个 毫无 你说没有经过教育 或怎么样 单纯的 只是自己的想法等等 他是经过这么好的教育 但他有一个跟我们熟悉的观点 不一样 而这样的观点在 接下来的新冷战的格局里面 我想会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我会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一本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 值得翻译成中文 就是大家需要了解 这样一个人物 就算他 不知道接下来会在美国政府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 也许有 也许没有 都有可能 但我觉得他的角度 他的观点 代表了一个这样一个保守派的 右翼的精英 美国精英 他们怎么看世界 跟他们怎么看 不只是国际政治 也包括了各种 各种议题 就包括种族的议题 包括里面谈到很多 声誉的信仰的等等 那都跟我们很多时候 接触到了这样 比较自由派的观点 会很不一样 风文刚刚讲的很好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觉得 川普在11月的选举里面 有很高的胜算 如果他要选上的话 我觉得蓬佩欧的这本书 是一定要看的 因为他反映出 很多我们不习惯的 比较右派的一些观点 里面强调的 比如关于信仰 这些事情是我们通常 在我们讲国际新闻里面 比较少接触到的 对 我想首先从 跟这本书比较没有关系的 但是也比较有关的 就是他去年1月出这本书 他在曾经有一度 蓬佩欧自己也想要出来选总统 但是他后来发现 他的民调支持度 其实蛮低的 他不仅是落后 当时的佛州州长 迪三特斯 落后 现在后来退出的海力 也落后 副总统彭斯 所以他后来就决定 退出了这个选举 那他现在最近又表示说 他并不排斥当川普的副总统 你觉得可能性是不是有 然后他已经做过国务卿了 其实他如果接下来要进入 川普的第二任的政府里面 其实已经没有几个位置适合他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不无可能 坦白说 也是在看这个状况 我觉得川普到底会选谁 这真的是很难讲 但蓬佩欧有可能会是一个人选 因为他跟川普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川普到了后期 跟很多的他身边的人都闹翻了 所以包括彭斯 彭斯看起来也没有要继续跟他支持 彭斯也没有说要支持他 对 很多人甚至是明白的是要反对他 要把他拉下来 所以能跟他合作这么久 是蛮不容易的 当然他们还是有一些冲突 包括蓬佩欧在书里面 是多少少对川普是有一些批评的 我觉得批评的原因 就像刚刚郭副总讲的 因为当时是想要选总统的 他有这样一个企图心 所以他某个程度上 这个回到我前面讲 就是说这本书很有代表性是 你看到一个在新冷战里面的 标准的 你说很极端的右翼 他们怎么样来把自己当成 这样一个新冷战里面的 斗士一样的角色 就像当年的冷战 其实有一些这种冷战斗士 他强调自己是自由的 民主的先驱一样 今天我觉得蓬佩欧 看这个书就有点这样的味道 我也觉得这就是在读这本书里面 或是读任何书其实都一样 就是说除了他到底写了什么之外 我们也了解他到底 他如何写跟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就来看这个书 就会很有意思 好我们就谈这本书 因为我发现他刚刚开始写的 就是他怎么样子 他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 奉命到平壤去 要跟金正恩面对面谈 要打开这个美朝之间的僵局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很有意思 像个小说一样的开头 我退开来这个立场 我说你也是书的编辑 我们知道美国的出版社编辑 往往权力是蛮大的 比如说写出来以后 他会觉得什么东西是最有趣的 他会希望你摆在前面 或怎么样来嘉奖 你觉得跟北韩 跟朝鲜金正恩的遭遇 是不是这本书里面 蛮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 这里面 这也是我当时一拿到这个稿子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不是一个 一个人单纯在 真的就只是回忆录而已 而是他真的把很多 他所接触到这些 我们平常在国际新闻上 会看到的人物 包括金正恩 包括习近平 包括中东的一些政治领袖等等的 他的描写都蛮有意思的 我多多少少猜想 还是有人 包括编辑也好 他身边的人 帮忙润述 或提供他写作意见 但我不知道 也许宝贝奥本身是一个 很会写作的人 很会讲故事的人 但是这个 蛮有意思 里面有很多跟这些 人物互动的 活灵活现的一些描写 我觉得这也是读这本书 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只是一个 像我自己在看 这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像我看欧巴马的回忆 我就觉得有点 他太急于讲道理了 相对来讲 就不像这个书一样 里面很多有趣的情节 他特别提到 金正恩有跟他讲 他说 真正他对中国的想法 是需要美军仍然 驻扎在南韩 保护朝鲜不受中国的干涉 他说 中共想要美国撤军 以便像对付西藏跟新疆一样 来对付朝鲜半岛 我之前也有听说过 其实朝鲜是非常担心 中国会介入朝鲜的内部事务 甚至在那个时候 不知道是金正恩还是金正南 是会继承他父亲的时候 其实中国传统上面 对于四周的繁蜀 就会有很多的干涉的事情 这在历史上面 是有迹可循的 是不是北韩也有类似的 这样的心情 是 刚刚郭副总提到这一段 其实是这本书的英文版 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 这个话题 就是说金正恩 明白的跟蓬佩奥表示 其实他不太希望 这个美国从南韩撤军 这可能跟很多人 本来预想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觉得 如果美军继续在南韩 有驻军的话 那中国反而不敢 对北韩有太多的干涉 就有一个恐怖的权力平衡 可以这样子来想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如此 这也是我觉得在看 包括国际的关系 这个当然郭副总更为熟悉 就是说我们已经讲共产阵营 共产阵营彼此之间 大家还是会有很多的 比如说计算也好 这顾忌也好 那包括以前我们所知的 这个苏联跟中共之间 那同样是同样的状况 但是到底中共要不要听苏联的 他们内部是有很多的想法 多多少少 你作为一个这个跟随者 可是你又希望 可以保有自己的独立性 不希望完全只是听命于 受制于人 那我想今天再看这个 中国跟北韩的状况 一定也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以前美国就很多时候在鼓励北韩希望能够走越南模式 这个越南模式当然一方面是经济 就是在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主导的之下 做某个程度的开放 但是另外一个其实没有讲出来的就是越南现在跟中国的关系蛮紧张的 其实这个越南也得到了美国大量的支持 其实朝鲜将来也有可能是朝这个方向 是美国希望的一个方向 这对美国来讲当然就是他多了一个这个 他的敌意人旁边有一个多了一个心腹大患的话 美国当然是乐见这样的情况 这可以想象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蓬佩奥是那个川普的新中东政策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跟执行者 他里面谈了很多就是他一上来以后就觉得欧巴马时期跟伊朗 订立的这个核协定是根本是太荒谬的 他们要废弃这个核协定 他们希望加强跟以色列的联盟 然后利用亚伯拉罕协议 然后跟波安的这些国家能够拉拢 这个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上的一个 因为波安国家大概都是逊尼派 要对抗什叶派的伊朗 那这样子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证明是成功的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看到中东的情况一直很混乱 那你是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复杂 而且我不是中东专家不敢随便乱评论 但是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尤其看到郭副总刚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在思考 我在思考的是说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在美国 他们自己内部会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同样的这个历史过程是这样 但是两边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就如果是比如我们今天回去问蓬佩奥 或是这个共和党的各种测试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就说你们当时上台之后 其实真的是把中东的政策 做了180度的大转弯 而且让很多人是台湾说非常的震惊的 包括他们的很多举措 那让大家觉得说 哇这个可以想象欧巴马时代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这是书里面谈到很多 那蓬佩奥我想他也直言不会 就是说他对于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很多这个行为也好 态度也好 是他完全反对 他觉得是错误的等等 所以他们觉得要完全做一个大的调整 那民主党又会怎么想呢 所以我觉得双方一定都会觉得是对方的错 我们看到今天中东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还是有战争还是有冲突等等的 那我想蓬佩奥会会跳出来说 不知道还是为他代言 好像不应该这样 不过我想他们可能会这样说 就是你看在川普任内 的确这中东是没有发生战争的 是到民主党的接手的时候才发生战争 那民主党会怎么说呢 民主党略觉得这个是 你们执政时期所留下的问题 到我们的这个接手的时候才爆发的 那或多或少都也都言之成理 就都还说的过去 就另外一个角度 我自己会觉得说 那你就是看到美国这个政策 在两党之间现在走到这么极端的分析 那他们在处理中东的事务上面是 换了一个党上来 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这个手法 那多少也增添了中东这样一个问题的复杂度 本身他们那边已经很多状况了 那美国在处理这问题上 其实内部是没有共识的 也没有一个最好的解答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了 这个我也不敢不敢随便随便讲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 包括美国的经济这个发展也一样 就是说川普任内这个股市非常好 那民主党会说 这个是欧巴马期间打下来的基础 你是收割我们的结果 那共和党当然不会这样讲 川普当然觉得那是我们上来之后一接手 那其实所有国家 民主国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那不同的角度可能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我有一个事情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往往是有很分裂的一个情况 一方面蓬佩奥他一直强调 他们是很推动民主的 很提倡这个宗教自由的 可是在某个时候 他对于人权这个事情 似乎又不怎么重视 譬如说沙奥地的卡绍吉 被王储下令处决的这个事情 他就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 卡绍吉 卡绍吉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运动者 他根本不是一个新闻记者 那然后他又很现实的来看 他必须要争取沙奥地王储这个盟友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谈过的书 没错 那究竟从他的意识形态来看 他究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还是是一个如他所说的 他是要推动民主宗教自由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回到我们前面讲说 读这本书 我觉得这么有意思 他真的是挑战了很多我们 至少我自己可能习惯了很多 想法或思考 因为我觉得这个完全是 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诠释这世界上的很多现象 那包括说他对于宗教的信仰 就在书里面直言不会的 表达他对于宗教的这个 比如他的基督教的信仰 而且他也非常直白的说 他觉得这个是应该要讲出来的 就今天美国的很多自由派 会觉得这个信仰 大家留在心里就好 不要公开拿到公共的场合 不管你是在政界 在教育界 在各种场合 这个是大家各自的 应该彼此尊重 但是不应该公开宣扬 但蓬佩奥不这么想 他觉得我们 他的定义的政治 宗教自由是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 这个大胆的大声的说出来 我是这个信仰 怎么样的这个宗教 那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包括他从信仰的 基督宗教的角度来诠释 很多这世界上的情况 那他作为一个福音派 这样的一个这个代表 我觉得也是包括 像我这样台湾出生的 这样一个这个读者 其实不太习惯的 因为台湾没有 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强的宗教信念 可是这是在今天的美国 社会跟政治发展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越来越强烈的这个因素 那包括这几年来 当然大家在讨论 美国政治发展的时候 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说美国的这些宗教领袖 特别是像川普也好 蓬佩奥也好 这样的基督教的信仰者 他们是会把他们的观点 带进各种议题里面的 那其中当然包括 这个堕胎议题 是一个这个美国现在 不可思议的这个激烈的一个 各种议题的战场之一 一个最最热烈的一个议题 那蓬佩奥在这议题上 他也是讲出了很多 可能跟台湾一般 我们在读你说纽约时报啊 这些这种比较左翼的 自由派的媒体 会传达出来观点是很不一样的 我接下来想问的就是 从蓬佩奥的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怎么样来看 他跟川普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川普的前阁员 有很多人都写书 波顿也写书 我们看到艾斯培 他的国防部长也写书 波顿是他的国安顾问 这两个人写书 都对川普有很多的批评 觉得川普喜怒无常啊 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啊 那美国的媒体 也都认为 蓬佩奥之所以能够 一呆呆四年 从中央情报局局长 到国务卿 都是因为很巴结川普 奉承他 才让他跟川普的关系 变得很好 当然他在书里面 不是这样子认为 那你觉得呢 这个就很微妙了 他书里面也 不获言这个事情 就是说媒体们这样子 调侃他 或是讽刺他 或甚至就是批评他 觉得说他对川普 这样一个领袖 好像常常巴结他 我自己在书里面 看到的是很多 他们有趣的互动 那当然 他能在川普内阁里面 担任四年 必然是两个人 关系不错 没有闹翻这样子 他也明白来讲 他觉得 他的角色不是来批评川普 批评总统的 包括他这个前任的 这个国务卿 很多人跟川普就是 你可以说 可能他多多少少 他们多多少少 也是看不起川普 看不惯川普的很多作为吧 所以到后来 两方就是闹翻了 那蓬佩奥在书里面就写 他一向就觉得说 他的这个角色 就是要执行 川普的意志 那我觉得 我猜想多多少少 跟他军人的这个性格 有点关系 但他觉得他不是来 比如说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 跟这个川普有怎么样的冲突 那书里面有很多 一些有趣的小互动 像里面提到一个例子 我印象深刻的 他说有一次川普 跟他在讨论事情 那他就特别强调说 其实川普讲很多话 你需要知道 他到底想要讲些什么 因为川普 我们大家平常也 在媒体上面 在推特上面也知道 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人了 那包括在讨论这个政策上面也是如此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 川普曾经问他一个问题 说这个如果我们现在 要去攻击墨西哥 你觉得会怎么样 那蓬佩奥是跟他说 这个当然不用讲 双方的军事差这么多 我迷你赢 那蓬佩奥在书里面就立刻解释 就是说那你这个话 如果传出去媒体 那不得了 如果大家要大作文章的话 表示说美国总统要攻击墨西哥 这可是国际政治的大事 而且理论上我们一般的定义里面 的确均无戏言 就是说你作为美国总统 这么一个重要角色 你不能随便讲这个话 就算是在私底下 对不对 你传出去 你假如真的有讲这个话 那蓬佩奥为什么敢这个写下来 就是说他特别讲说川普就是这样子 那他喜欢用一种别人不会用的角度去问问题 那蓬佩奥也知道是这样子 他就会也顺着他的话这样讲 他也知道川普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只是他有很多不同的他的计算事情的方式 那他觉得他是抓得住川普这样一个表达方式的 那可能很多人是觉得这个无法接受 其实从退一步来看 其实我们中国以前讲半军如半虎 这个每个老板都有不同的脾气 对不对 有的人就可以跟他处得很来 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处得来 然后有的人就马上知道抓得住他要讲什么事情 他心里在想什么 有的人就抓不住 这个是不一样的情况 那碰到川普这样一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每个有不同的选择 我自己比较意外当然还是说 这四年之后川普竟然又卷土重来 所以变成说我们又 这个说得在里面又再注意一下 说川普到底是假如他又回到执政的话 他会怎么样来行事 我因为是记者 我就特别注意到蓬佩奥他怎么描写 跟记者媒体的关系 一般来讲 这个这四年来讲他跟媒体的关系蛮恶劣的 当然自由派媒体基本上对于川普的政府是有些敌意 这也不应该否认 但是他讲了两个特别的事情 一个是因为希拉蕊曾经担任国务卿 很多人国务院里面的人都受希拉蕊影响 所以对他来当国务卿的时候基本上都很敌视 所以有很多消息都往外泄露 这让蓬佩奥非常的恼火 另外一个是有一些媒体记者在华府很久了 反正他们也看到部长们来来去去 蓬佩奥就是另外一个部长 他甚至纽约时报记者要蓬佩奥每个月跟他谈个两三个小时 off the record 用这样子来拿消息 蓬佩奥就很不满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媒体跟官员同流合污的一种样子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两个部分 一个是前面讲他到国务院之后 甚至他在中情局的时候 就碰到很多这种里面部的人可能跟他的 不服从他 或是甚至不觉得他是一个好的领袖人物的状况或挑战 那他们做的方式就是其实把消息泄露出去 或者是说甚至是有人匿名会投书的 投书到媒体上 这个在川普任内我们都看了很多 那这我想所有政治人物都 尤其在民主社会都难免 就是说你四年或八年一任上来 接手一个新的这个政府部门 那你下面的人是不是真的 就算他们是公务人员 他是不是能够全心的服从你 这个是很难说的 那书里面我也印象很深刻 他提到希拉蕊有一段是说 这个当时他被选任为国务卿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跟所有的前任的国务卿有联系 原来在世的国务卿 对对对 大家请教一下怎么做一个好的国务卿 他说很意外希拉蕊竟然跟他 还愿意跟他通上电话 那他就是半开玩笑说 两个人当时这个交换还不错 因为本来两个人是水火不容的 就大家立场这个非常差非常远 但是我觉得这个蓬佩奥这个个性 也在那一段里面流露出来 他说说完说两个人这个当时的电话的内容 还算友善之后 还是补了一句话 这个稍微批评了一下希拉蕊的各种不适 所以就觉得说这个关系还是没有改善 那至于媒体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当然也是在所有民主社会都是如此的 因为媒体不可能是没有一定有这个各自的立场 那对于不同的这个政党上台会不同的角度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是说在那四年里面 美国的政治当然走向了一个极端化 那美国的媒体同样也是如此 就是说美国媒体我觉得 尤其自由派媒体多多少少 我个人感觉啦 被川普上台这件事情其实是吓坏了 那有些反应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这个事情在四年之内是没有 这个我觉得好好的去 去做一个调试或调整 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后来 大概都可以感觉到 自由派媒体会怎么报道川普的各种行为 那我觉得是多少少造成越来越极化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大家信任的媒体跟不信任的媒体 就是保守派的人也不再会看自由派了 因为他大概可以预测到说 自由派大概会怎么报道 这些川普政府的走向等等 那所以对于蓬佩奥来讲 当然他就是跟这些媒体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恶劣 那也没有要改善的迹象 就彼此双方都是 因为书里面透露出来 蓬佩奥也是个性很激烈的人 他在书叫绝不让步 绝不让步不只是对于这个国际上的政治 其他的政治领袖 他认为他严重的敌人 也包括了这些媒体 跟他觉得不友善的这些媒体 他没有要跟这些人改善的意图 包括里面提到非常知名的 伍华德记者 他说伍华德当时要写 写川普的一本传记的时候 打电话给他 川普还跟他说你必须跟他谈谈 因为这是美国不得了的传奇记者 结果蓬佩奥只给他15分钟 伍华德气得不得了 他说没有人会给我只有15分钟 他说你已经讲了两分钟 只剩13分钟 所以两边这个是关系非常不好的 我觉得这也是蓬佩奥一个个性的展露 在这个书里面 蓬佩奥在两岸关系里面 其实被认为是非常亲台湾的 那大陆那边已经把他还有20几个人都列为制裁的对象 也就是说他们的亲属不能到大陆去 他也不在乎 然后蓬佩奥下来以后 在那个2022年 他两次来台湾 那讲的话当然是听在现在民进党政府里面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比如说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 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他谈的一些事情是蛮亲台湾的 你觉得他跟以前的国务卿或者是美国真人物立场是有一些不一样 你们在出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件事情 是啊 我觉得这是回到前面所讲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代表人物 那过去国务卿 其实他能在川普任内工作这么久 我觉得多多少少他也他也这个符合了川普所喜欢的这种形象 就是说我不喜欢你们跟以前的这个作风是一样的 那蓬佩奥就完全表现出来这一点 他这么的这个直言不讳 那提了这么多 他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反共极先锋 或者说反对这种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北韩也好 伊朗也好 他是一个自我这个包装成捍卫者的角色 那我觉得这个书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们在这个书的封面里面 看到的蓬佩奥是他已经瘦了40公斤以后 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以前没有见过蓬佩奥的话 你看到里面的照片跟封面照片是有非常大的差别 那这个也是一般人对他 不管他曾经讲过什么 对他现在最强的印象 他怎么这么有纪律一下子瘦下来这么多 他当然是西点训校毕业 他长久以前都有运动的习惯 那你觉得从他这个事情上面 从他书里面可以怎么看得出来他这个性格 对这个这也是很多人在议论纷纷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刚看到这个书的这个封面照片的时候 我差点认不出来 我想说这个不是我们认识的蓬佩奥吗 因为以前大家就开玩笑就是碰皮碰皮这样 那我觉得的确就是这也很符合他的书 就是说这个绝不让步他想包装一个形象 虽然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怎么成功受伸下来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确应该是一个很有意志力的人 而且他这个在很多事情上他有很强烈的立场 他不是一个就比如说还是回到我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在早之前欧巴马自也出了一个回忆录 那你就看得出来欧巴马相对来讲是一个喜欢协调事情 去想事情 希望去考量各方面平衡各种状态的 那我觉得完全可以代表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两个 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说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人 我们的信念就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念可以推广到全世界 那我们面对我们的敌人 我们应该要表现出我们还要有敌人 这个搞不好民主党未必会这样接受 就是我们应该大家和平共处 那蓬佩奥不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 从他受伸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代表出来 就是说他在很多的外交政策上 或者他对于国内政治的各种立场上 他是非常强硬的 那这是代表了今天我们看到 美国国内保守派的这样一个 越来越大的一个声音 他们到底会在未来的政治局势里面 扮演多少角色 我觉得很值得去观察 今天非常谢谢风文到我们节目来 跟我们谈这个蓬佩奥这本书 这个如果你关心美国政治 如果你关心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 不管你同不同意里面他的一些看法 但是今年11月以后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温习的一段历史 今天非常谢谢风文 谢谢郭副总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我们下次见 上网搜寻vip.ud.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